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到宋砍大山 今天整体的经济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想措施了 什么措施呢? 最重要的就是处境消费,提升内需 提振老百姓的消费信心 刺激小百姓的消费欲望 对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前些天大家也看到了发改委下发了 恢复和扩大消费20条措施 很多人都看了这个吧 不知道有没有总结一下的 老宋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这22条措施 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看了 这22条措施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汽车包括新能源提振汽车的消费 说白了一看大家你得买汽车呀 某汽车是个消货品 到时候你得换的 尤其新能源汽车出来了 包括什么提振二手车呀 包括什么一些限购政策取消啊 取消地方保护啊 包括要充足停车位 让大家可以买汽车等等等等 方改变吧 措施吧 希望在家家提升买汽车 这是第一个重点 你看看 第二重点是什么 房地产 孩子房子 其实老宋曾经就说过 房地产一定会想办法提升的 当然 这次提到房地产 有一些变化的 不知道朋友们看没看到 什么变化呢 除了是一些刚性和改 刚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的 房地产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面 这些方面呢 比如老旧小区改造明确说了 专项维修基金的使用 哎 这个里头就有点琢磨的问题了 什么呢 你看啊 买房 你说我可以不买 房地产你怎么刺激 我就不买 你好像也没办法 对不 但是老旧小区改造 你可能拒绝不了 我要改造小区 你不能说 我就不改 这好像不行不 然后呢 你说我不拿钱呢 但是专项维修基金 这个钱就拿出来 这也是消费啊 明白老宋的意思吧 哎 这个是你无法拒绝的 然后再一个 电梯改造这个事啊 旧楼电梯改造也提上来了 甚至什么呢 提取住房供基金 用于加装电梯改造 这个事情上 既然这么提出来了 我相信在很多城市 又开始执行起来了 但是这个事呢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反正对很多人来说 你既然不买房地 不去房地产消费 但我这个房地产的消费 还要有 那么就需要一些措施了 你觉得对不对呢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加装和电子消费 加装电子消费 其中包括加装电器 和一些智能的东西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加装和电器 是房地产业的附属产品 那么只有你对房地产有信心 房地产各方面能够提高 那么加装和电器 才能够有提高 如果房地产 纹丝不动的话 加装和电器 怎么能好呢 是不是呢 所以在这些 在至少对房地产 还是有信心的 觉得能提升起来的 当然智能那方面 那就是对年轻人 喜欢这种智能的慢慢来了 第四个重点就是什么呢 餐饮旅游娱乐 这个呢 我觉得是受最近旅游火爆的影响 大家一看 呀 这旅游火爆 老百姓都说经济不好 都说自己没钱 但旅游大家很多呀 人买为患呢 说明老百姓怎么呢 还是愿意为快乐 为这方 精神支出去花钱的 愿意投入的 那么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要提升它 争取把这块做好 让老百姓把钱花出来 是不是呢 当然下面还有 包括一些健康服务啊 农村消费啊 等等等等 大概就这些措施啊 前几条是比较重要的 重中支柱 那么呢 看完之后 你会什么 你有什么感觉呢 我感觉啊 就是重钱出居了 为了恢复国家 为了恢复经济啊 已经出现了很多方式啊 手段 必须要提振了 对吧 那么说你说 老百姓都什么态度呢 我觉得大部分老百姓是这样的 第一种就是 我没钱啊 我有钱我不花啊 我用你刺激啊 我有钱我就消费了 对不 我没有钱 你刺激我有啥用啊 你只能把我刺激成金城病 对不对呢 第二种人就是什么 别忽悠我了 我四手里有点钱 我有点钱 我存银行 你降息我也存银行 我就不花 你别想着各种忽悠我啊 各种宣传 掏空我的钱贷的 我可不让你掏空啊 对不对 面对这样的质疑 全门部门说了 这样不是想掏空 大家的钱包 想透支你的需求 而是希望我们普通老百姓 都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哎呀 最后这句话 真的有点鼓掌 真的 如果我们老百姓 都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是一个福气啊 绝对是一个好事 但是呢 还是另有一番自卫心里觉得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看哦 你想想汽车呀 房子啊 家庄啊 这些重点 我可以明确的说啊 绝对不是掏空你的钱包 为什么我说绝对不是掏空你的钱包呢 因为掏空你的钱包 你一眼不够 你看看这些东西 把钱包掏空了 你就能买得起吗 你一眼买不起 除非它真的是物美价廉 物美价廉是什么 那最起码得是降价 我在保重产品质量的情况下 质量不变的情况下 我价格降下来了 但是如果价格没降下来 哎呀 那不是掏空老百姓 至少大多数人掏空的钱包 它也不够 对吧 这是其中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我认为啊 我们老百姓不敢消费 现在老百姓都不消费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什么 其实我认为就两点 什么两点 挣不到钱 手里没有 对这种人来说 他挣不到钱 手里没有 你无论怎么宣传 无论怎么样 他都没有办法去进行大额消费 或者刺激这种内需消费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对很多老百姓之后 没有安全感 在以前这种没有安全感 大家可能还差 感受还差 三年疫情 大家感受很深 所以他没有安全感 他自然就不搞消费了 其实只要解决了这两件事情 你不用说那么多 大家也会 谁不愿意花钱 谁不愿意消费 花钱消费 开心享受生活 没有人不愿意的 但是这两点 这两点压在大家身上 大家是不敢的 有朋友说了 怎么解决这两点呢 其实第一个 就是在老百姓就业收入上 让老百姓的居民收入比重提高 这样的话 老百姓能赚到一些钱 手里有钱了 老百姓当然就敢消费了 第二个就是在一些民生保障的水平 要让老百姓没有了后顾之忧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什么 教育医疗养老 其实现在你说没钱的 没钱的 他拿啥消费 没有 有点钱的 你就说现在他有个百八十万的 你让他消费 他也不敢 为什么他不敢消费 因为这三样 哪一个拿上来 他都觉得他负担不起 所以说他那个钱 他不敢消费 他得留着 朋友们看看是不是 所以其实啊 我觉得最先应该做的是 应该解决老百姓的这两样难点 至于物美价廉这点 是我们当然希望了 但是我就想啊 那些资本们啊 他们真的愿意舍去自身的利益 然后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真的让老百姓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吗 如果真的当然好 但是能不能呢 我不清楚 你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松看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松 关注老松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 拜拜